自己搞工程 挣到了第一笔 第一桶金 对 朋友们好 我是北京妙姐 人生的第一桶金很重要 这位金范大爷的第一桶金 做了什么呢 人生经历中 又有哪些有哲理的感悟呢 来 请您一圈三连 咱们一起听听吧 能看得上的就是自个儿 能看上的就行 听我预言 您算预言对了 我这个自财一点说 像跟那个国字建的老馆长 吴志友 很熟 我们都是老朋友 是吗 跟故宫博物院的老院长 单继祥 我们也都有过接触 就是有一块 有时候聊聊 这北京的事吧 人家比我忙多了 说句实话 我能够在跟人家那个 在一块握个手 咱们就感觉到 挺直足了 老爷子不一般 真不一般 真不一般 您是一直住这户上吗 从86年 86年搬过来了 我买在这儿的房子 买的呀 这个房子是您买的 对 是那会别的拆迁吗 不是 是我自己搞工程 挣到了第一笔 第一桶金 对 哎呦 那行啊您 买了一院啊 没有一间 真一间还是一院 一间屋子 真一间屋子 对 86年 86年 86年那会儿一间屋子多少钱啊 一万块钱我这个事 一万块钱啊 那会儿86年 86年 86年 一万块钱也不是小钱了 对 对 和现在也不少钱的吧 和现在应该 起码的 应该 属于200万左右吧 86年那一万块钱 对 因为现在的一万块钱 和这90年的63块钱 嗯 这么算过来的 有人给算过这笔账 明白了 那那会儿 您也挣大钱了 挣200多万呀 您那会儿 86年的时候 那那会儿 那那会儿 都没多买几间啊 拿什么买 没那么多钱啊 又不敢偷 又不敢摸了 哈哈哈 买时间房 现在你就发了 哈哈哈 哈哈哈 要有那时间房 只不定烧到我现在 干什么呢 哈哈哈 你又不在这儿坐着了 对不对啊 就因为咱们 就那点水 或这点泥 咱们才有这么一个心态 还真是 嗯 对不对 你像那些个都发了 大财子爆发过 嗯 之后全有事儿 过着有咱们叔叔吗 没有 嗯 然后到这个八九年 九零年开始 与这个俄罗斯 跑服装生意 跑南方做生意 没错 在这个之前 做生意 叫偷鸡刀把 是犯法的 对 不然干 所以 你说 社会进步了 人的思想要提高 但是呢 很多很多东西 就只能 咱们 把自己的心态摆平就行了 过好自己 没错 真好 嗯 一看你现在真的 就特别心态特别好 嗯 哎 等方设法的 嗯 改造自己 适应社会 嘿 金句 您这是 凭着咱们的能力 嗯 嗯 咱们改变不了这个社会 能够改变这个社会的 嗯 让他们去想想 都用力 没用力 嗯 这也可以算是百姓的心生吧 是 确实是百姓心生 嗯 就这么 冷着吧 是吧 嗯 像我这样呢 心态好呢 吃喝的呢 舒服一点 心态不好呢 那只要自个儿跟自个儿过也不去 没错 把周围的人 嗯 都当作是家人 当作是朋友 嗯 对 很多事情就好处理 没错 很多事情 很多话也就好说了 能说通了 是 生活呢 嗯 把自己过好 不要跟人家去攀比 说得太好了 看您现在修炼的太好了 是吧 嗯 所以这个 到了这个年岁了 嗯 这会儿越稳能了 嗯 您看 与静发大爷聊天 总能有很多的启发和感悟 其实呢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历 自己的故事 您的第一桶金做了什么呢 评论区一起聊聊吧 感谢您的关注与支持 我是北京妙姐 咱们下期再见